中文字幕 李宗盛 Hello everyone,我是Dennis 今天我们来到Doncast这边看几个townhouse Doncast的话是Morban 东面靠近大概19公里2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边有很棒的学区 然后有很多生活设施 然后有Morban数一数二大的 这么一个Westfield Shopping Center 非常多的一个区域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我后面身后的这几栋townhouse 今天的话我们一共有三到四个townhouse可以看 然后正好带这个机会带大家看一看 这个Morban这全新的townhouse 然后都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布局 OK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吧 我们在这边的房子里面呢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整洁的客厅 还有一个开放式厨房 在客厅的另一侧也就是进门的右手边 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房间 这是整个房子里面最小的一间房 大约八九平米 因此呢可以作为厨房来试用 在厨房的另外一侧呢 是这个房子的院子 为了更好的和户外的空间相结合 这里采用了整片的这个折离式门的设计 那在院子的另一侧的话 可以通往这个洗衣房 也是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 一楼最里侧的位置呢 是另外一间卧室 它有一个独立的布鲁式衣柜 楼梯的位置呢非常巧妙的设计 在这个厨房的后面 一点都不显得突兀 然后顺着这个台阶上去的话呢 就是整个二楼的生活区域了 以上二楼我们先看到 是这个非常明亮宽敞的客厅 二楼总共有三个卧室 其中两个呢 都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套间 每个卧室呢 都面朝不同的方向 采观和通风都非常非常的好 由于房子整体地势比较高的缘故 所以不管从哪一身窗户看出去 这个视野都是非常开阔的 风景非常的不错 二楼除了两个套间里的卫生间以外呢 还有一个独立的公共卫生间 是在这个楼道的 一上来的这边 然后它比另外两个卫生间的话呢 多了一个浴缸 可以说是非常方便 OK 这套房子我们看完了 28个square将近 260平米这样一个水平面积 然后两个车位 135万 OK 我们现在去看下一个吧 所以我们第二套看的呢 是这一个联派别墅 它是一个第三开的联派别墅 然后第一套和第三套已经卖掉了 现在只剩下第二套了 这个联派别墅的话 占地196平方米 然后室内的话差不多200平 楼上加楼下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 联派别墅从外面进来的话呢 第一间是有自己独立的车道的 然后后面两间呢 是共享一根车道 第三间呢是靠在最后面的 然后第二间的话呢 就是在这么一个位置了 它是夹在第一间和第二间之间的 这么一个联派 今天墨尔本的天也是好久好久没有下雨的 所以今天终于下了一点雨 一下子气温从20多度变到十几度 墨尔本的天气也是真的非常夸张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套就在我身后 这样一个房子 每一间呢都有自己带的这个 独立的这种双的车库 唯一跟第一间不同的话呢 它是没有独立的车道 而是两户人家去共享这么一个车道 OK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 因为外面下雨了 房子的话呢因为即将要交割了 这个房子呢属于完全的新房 即将要交割了 但是最后还在做一些最后的这个装修的准备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trolley还在这里 如果我们从车库进来的话呢 其实左右有两扇门 左边一扇门呢可以通到这个车库的一个后院 OK 这个房子采光非常好 我们从大门这边进来的话呢 左边是一个卧室 可以看到在这边呢 这里的话呢是这里面的话呢是一个卧室 然后卧室的另外一边呢是一个它佩戴的一个套间 这边的房子如果楼下有一个卧室的话呢 那就会非常适合这个一些老年人他们腿脚不好 可能不想楼梯走上走下的 这边呢是一个楼梯可以上到二楼 沿着楼梯往前走呢是一个非常敞亮的客厅 这个客厅非常大 而且有将近四米的一个条高 厨房的话呢也是一个比较前卫的开放式布局 这个厨房的这个边缘还特地设计成一些 我们看到可以下面可以藏到一个小的这么一个高脚凳的这么一个位置 所以等于说又多了一个早餐的这个早餐台 非常的实用 这边的话因为房子还没有交房 所以它的一些储位设施还没有最后放进来 厨房的另外一端呢是一个小小的藏在里面的一个进入室的储藏室 可以放进非常多的东西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地方不够了 上到二楼以后呢楼上一共是两个客卧和一个主卧 我们的明星感觉到就是这个房子要比上一套房子紧凑了不少 这里呢是一个公用的卫生间 整个房子的话采光上依然比较充足 唯一可能美中不足的就是因为这是三套里面第二套的缘故 整个窗户都贴上了它的隐私玻璃 主卧这边也是隐私玻璃 所以看不到外面的风景 那主卧呢也带有自己的卫生间和它自己的一个小小步入室的衣帽间 这套房子的价格呢整个只有118万 而面积呢也比刚才那套来的小了一些 不过对于喜欢新房的年轻人来说 我依然认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不知道大家今天看完这两套连牌别墅之后更喜欢哪一套呢 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然后其实今天本来还有两套连牌别墅要拍的 但是我发了一个非常非常低级的错误 也就是我拍完之后才发现我快没有按 所以导致后面很多片子的话 我都没有完整的办法去就是剪出一个完整的片子来 也比较遗憾所以真的放了下次再拍了 之前很多小伙伴还留言 关于就是说想看在墨尔本这个买地自己建别墅 怎么样去建 所以下一期呢我会做一个这样的视频 然后还会请一些专业的人士就是来讲一讲 到底怎么样去在墨尔本建这样的房子 会有很多干货 然后我希望大家的小伙伴们可以耐心等待一下 我只好会尽快把这一期视频做出来 最后就是一点点私信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然后想要知道更多的 关于墨尔本这个地产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或者说想看更多更有趣的视频 更多好的房子的话呢 希望你们可以就是点赞 然后关注我的这个账户 然后我也会尽量拍到更多更多有趣的视频 谢谢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